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加一些内地的新闻 这十天八天很多人都留心我们人民领袖 习近平主席的动向 昨天终于在店铺 出席了一个很隆重的 应该早已被筹备了的 执政十年来的新时代的公职 他们上次十七大 这个是例行公事的 十七大又是做一次这样的 即是五年来的公职 拿出来摆了一篇 所以我说的 这些是 是当中文字幕的 那麽是 这些公职的公职 是最后的一篇公职 就是 都在那里面 那些公职的公职 就是 那些公职的公职 這個正常的,好少人出來說自己的壞事,這個甚少的,甚少的 真的好少的,好少的,好少的,好少的 就算是香港世界的基督文化說自己的壞事,都是鬼鬼小小的,就是神父 好少自己說自己的壞事,譬如說你普通人,就算你那些罪犯,都不會和你兒子說,老爸叫雞不給錢,打雞搶雞錢,出來走,那個人都不會這樣說 所以這個大家接受,但起碼就炒一輪,很多人就有很多謠而夢千非, 所以我早兩集都通知大家不要管那些東西,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很有組織,很嚴格的一個社團來的,一個組織來的 那不就也想不到這個國家這麼大了,好,但是這次出來放一個畫面,一會兒給大家看, 就不及上一次,這個十九大,這個例會,例牌公事的,這個表彰會不及上次的, 也看到有人覺得要謙卑一些,不一事不離實,國家內外部的環境形勢,實事求是一些,難道你說好過十九大嗎? 現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情況是正確的,也就是想要面對現實,所以他擺出來的那個格局,那個報紙的格局全部都低調很多,比十九大 那究竟他哪個人上場,哪個人上場,哪個人上場,大原則是有點不同的,就是每一個人執政的觀念和思維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很希望就是說,這個平穩,過度,權力交接,中國政治制度是要完善的,如果不完善呢,就是很多的問題出來, 好像最近這些十天八天,搞到滿城風雨,海外內外,被那些人亂炒,但是又沒有人走出來闢謠, 就是管治的政府透明度不高,透明度不高就會引起社會很多,那些氣氛各方面都不好, 這個都值得要改善,但是只能夠一個善良的願望,就不要學俄羅斯那些,又是俄羅斯那些就走到極端了,那些三國底文化, 那些三國底文化,信心爆棚,那就弄了出來,黃狗笨賊,兼猛男,現在普京就做了這個,三國底,那如果你認為中國這些幹部,可以對號入座的, 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行為,有沒有黃狗笨賊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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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們不會算賊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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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賊 都死了三幾個人 有疫情以來 他無端端車了一班人 陰性沒有中招的 轉移不知道去哪裏沒有來公園隔離 車人沒有人確診的 死了二十幾三十人 你說可不可惡 有病的未必死 沒有中招的會死 你猜他們能否評估到那些一帶一路會倒楣 一定能評估到 這麼多厲害的人 國內他們自己以為厲害 有這麼多人 看到習近平執政 他自己也知道戰狼也是會混蛋的 他應該算得到數 你猜他們會不會算不算得到數 說他和俄羅斯同盟親近俄羅斯 又會影響自己在世界的舞台 國際的關係 當然知道了 有這麼多壞事知道都要做 這麼多壞事計算到數知道 我相信你那個集體領導真的要 你所有的政治局委員 中央 不只是習近平先生個人的事 你整個共產黨的架構 政治局委員這二十幾人 全部 責務旁大的 今時今日,這三比例搞到中國,搞到香港這樣壞了, 真是你們知道的,他們也知道, 你明知為何要做呢? 你給我答我,我作為中國公民, 如果你不知道,那你白癡, 你怎麼做這麼大官,搞笑? 你不可以說不知道, 不會相信中央政治局的人不知道, 你沒有評估嗎?沒有分析能力嗎? 真是白癡,坐上去做官,我就不相信, 做個示威書記,都出盡錄人, 搞鬥爭就坐上去, 河上就坐上去做中央政治局, 即是所有中國現在失誤的事情, 你們全部的人都知道, 知道為何要做呢? 河上去, 你知不知道會扶街嗎?一定知道的, 那千人計劃,知不知道扶街一定知道的, 搞什麼北京,金融中心,什麼什麼, 交易所,什麼什麼, 你知不知道會扶街, 我相信你們一定知道的, 你裝不知道就更扶街, 有人提議做的時候你裝不知道, 還要鼓掌, 所以你們就各個都有責任, 你中央政治局委員, 這個就是深層次矛盾了, 那你們的幹部經常說深層次矛盾, 現在我給你們一個深層次矛盾, 給你們問一下你們怎樣解決, 即是有很多問題, 今時今日出現的國家問題, 那些幹部可以有機會貪污腐敗的問題, 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知道為何不倒閉呢? 不會完善呢? 希望有國內的幹部聽到, 我希望你們勿忘初心, 你入黨的時候的初心, 那你用你的初心去反省一下, 為何這麼多問題出現, 你們知道, 如何都要讓它出現呢? 就是今晚我們在這次做節目公開質詢, 你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 所有的委員, 希望幹部傳給你們政治局的委員聽, 是這樣的,